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师1967年在台湾高雄创建佛光山 见山不久就偶尔有人把一些婴幼儿就丢在了寺院里面 星云大师和弟子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收养这些弃儿 那么到现在已经45年了 大慈育幼院养育了几千名小孩 可是知道大慈育幼院的人非常少 因为大慈育幼院是不对外宣传的 为了保护这些孩子 因为在大慈育幼院的孩子们 他们的家中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像父母经济非常的差 养不起孩子或者父母失踪 父母自杀关在监狱里面 所以这些孩子大师和法师们 为了保护他们的自尊心 从来都不对外宣传 那我们非常感谢法师们的信任 特别允许我们去大慈育幼院 拍摄了今天的故事 今天我们要访问的是 佛光山慈善院的院长伊莱法师 那么今天的节目 我们特别感谢佛光山高雄总本山 感谢佛光山洛杉矶西来寺 还有佛光山台北道场 更要感谢佛光山人间卫视电视台的 协助拍摄和制作 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去大慈育幼院 看一看 那个时候我们佛光山经济很拮据 但是看到被遗弃的孩子 丢在我们的山门口 大师说没有关系 我们来照顾 尤其是那个时候被遗弃的孩子 根本都不知道他的身份 也没有名字也没有什么 大师说没有关系 我俗姓姓李 这些孩子都跟我姓李 都姓李 所以我们早期的孩子都是姓李 父子李 李道什么李道什么 就有大师这样子来呵护大家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情形的 我们育幼院的孩子们 一个就是因为早期原住民 孩子生得多 没办法教养 没办法生活 被遗弃到警察局 还有火车站 菜市场 然后被辗转送来 这个是早期 现在的少子的话 最主要就是天灾地变 对 像我们的八八水灾 九二一大地震 突然间或是车祸 那这种情形之下也有 那另外大部分就是爸爸或妈妈 一个是离婚或是被关在牢业 随着佛光山的建筑 那么我们搬了五六次 到最后大师说一定要给孩子赶快安定吧 所以就选了这样一个地方 那么花不少的钱 给孩子们一个稳定 安定 不再搬了 慈容法师 他是我们的老院长 老院长 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担任院长 我还没有出家 我在台北当老师 那他常跟我讲 你有空的话 星期假日 过年过节假期 帮我到幼院跟他们讲故事 唱唱歌 带领他们吧 我想说容法师这么开口 我哪有不来的 所以我就来了 是 来了几次了以后 大师说 你来带领他们 我就暗中给自己一个两年的考验 我有多少爱心耐力 因为在台北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要看舞蹈 要看美术展很方便 来到日理 每天看到正希巴拉的孩子 因为以前没有这么可爱 文字就多 以前条件也没这么好 没有这么好 我要考验 我有多少爱心跟耐力 心中盘算着 两年跟你们拼看看 如果我超越了 我就继续吧 所以我一生 今天会出家 一个感恩荣法师 感恩大师 最主要是 永远让我看到生命的价值 原来还有这么多不幸的孩子 需要我们去照顾 在他们的身上 我才看到 哎呀 我可以来爱他们 我可以来照顾他们 就这样 后来我才毅然决然 我也出家 我离家里增值 我离家里增值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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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要過著一般正常的 因此白天小學的 就到我們的新田國小 中學的就到我們浦門中學 大學就住到各地 看他讀華南 南華大學佛光大學 中山大學等等 屏東大學就各自 那麼這裡完全是星期假日 晚上回來的修行的地方 大師一直很希望如何走出自己 所以我們呢 做輔導的課程就是有 書法 體育 運動 舞蹈 音樂 種種的東西 如果去開發他們 他在這個大環境 看到師工 看到老師 看到所有的師父 在為大眾忙碌 他慢慢有思想了以後 他也會想到 我今天就是來到這裡 而能夠得到這麼多 我應該怎麼做 他會自己去思考 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尊嚴 所以呢我記得來的時候 大師說 這些是我們的佛光山 王子跟公主 那個時候還聽不懂 慢慢去提 哎呀這個就是 小孩子最高的尊嚴 對 王子跟公主 所以我就想如何給他們 像個王子公主 要有笑聲 要有開心 要有漂亮 要有舞姿 無形間這個去建立 另外一點大師一直告訴我們 不可以哭求 不可以人家來了 哎呀這些孩子好可憐喔 這一些好 如果我們開這一扇門 絕對敢講 樂捐贊助很多 但是傷害到小孩子 另外大師還提到 要給孩子穿整齊乾淨 因為這個整齊乾淨禮貌 人的自信尊嚴就出來了 就是 現在將近一千名的孩子 從這裡走出去 在世間來成家立業 那他們要出去 或是說要結婚 我最在意的就是 他敢不敢跟他的另一半 說我以前是在優院長大 所以他們來告訴我 我要結婚了 某某人要跟我訂婚 我會找他來 或是私下用 你有沒有跟他說 這裡是你小時候長大的 他如果敢講 我就放心了 怨訓叫做 尊師重道我 應該不怕辛苦自己來 那讀大學研究所 我們給他學會 但是我不平白的給他 要給他打工 對 一定 譬如說回來啦 他要負責整理資料打電腦 因為現在的小孩子 電腦比我們強 對 就給他去整理資料 負責聽電話 負責照顧小的洗澡 等等等等 就是要有一份工作 真好 那麼這一份工作 我們一樣一個月給他三五千 然後他自己要傳 對 那如果真的不足的話 我們會想辦法 就是給他補到夠 但是我們不會說 反正學費我付不會 要打工 真好 為了要給小孩子 了解到人家的贊助 我要怎麼感恩 因為他明明明天要繳錢 你就要準備給他 你只有跟他說 要感恩 要感恩他聽不懂 所以我就利用過年寒假 不能帶他們出去玩 因為全山的人大家都在忙 對 我就帶領他們做義賣 義賣就要人家送來的物品 自己經過整理包裝 對 然後一個人一個攤位 然後呢要讓他們去體會 賺錢的辛苦在哪裡 原來生活是要靠自己 一定要去珍惜 一定要去感恩 因為三上三下孩子不合 因為我們都講普通話 他們都講美男語 然後呢他們會欺負我們的孩子 真的 那我就設計 禮拜六下午不上課 每一個人帶兩個到三個 你的好朋友來 我們就在操場設計趣味競賽 準備糖果餅乾 帶領他們唱歌 然後帶他們去玩佛光山 那沒想到這一招 給他去培養他的社會性格 然後他的同學爭著要來 我要跟你做好朋友 點一盞心燈燈 照亮黑暗的心靈角落 點一盞心燈燈 帶來希望的每一分鐘 天音樂 示範 親家cart 找到黑暗的心灵角落 天地沾起一灯 带来使用你每一分钟 今天我们给您介绍的 佛光山大慈与幼院 只是星云大师和弟子们 在世界各地做的千千万万的慈善事业中的一件 星云大师和他的弟子们 在世界各地鸿发广度众生 做了太多太多的善事了 如果有机会 其实欢迎大家亲近佛光山 在世界各地的各个道场 还有亲近佛光山的法师们 那么这个单元 我们继续听佛光山慈善院的院长 伊莱法师给我们大家谈 佛光山大慈与幼院 记得大师要退位的时候 那他也特别集合了与幼院的小孩子 那么有一个国中孩子就举手问说 师公师公 你为什么当时要办与幼院 让我们都能够住到这里来 他说想当年我爸爸都在南京经商 那么都跟奶奶住 家里也不是一个很完整的家庭 那么我也更希望说 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那么又经过战乱等等 看到破碎的家庭 那因为我想既然有不幸的孩子送到我这里来了 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园 所以从大师的这么一句话 我们就能够体会到 大师每自己经过的一个苦难 他永远都想如何让众生 有一个圆满 人生我都要照顾到 所以虽然小孩子的一句的话 我们就能够看到 师父的心底的那份慈悲的爱 把师父的死心悲愿的爱心 如何来散播出来 照顾这些孩子 最重要是这些孩子将来 还是回到社会 要靠他自己 所以我们才很重视他的人格 自信 因为以后要靠自己 所以我们永远都有一句话 孙师重道 我应该不怕辛苦自己来 但是佛光山永远是他们的靠山 我很希望他们永远都是幸福快乐的一个人 圆满的人生 更期许他们墓中要有人 那么他的住缘就多 他的口中要有德 他的福报就多 他的耳根亲近 他的和谐就多 更希望他们心中有佛 他永远都是欢欢喜喜 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也一起照顾别人 我们海外的孩子 都欢迎回到佛光山来参学 不管他寒假暑假 只要他放假 就可以回到佛光山来 好啊 那现在台湾的教育是非常开放的 比如说我是美国的孩子 他的假期跟我们不一样 那他回到台湾的时候刚好他可以到学校里头去学中文 那可以跟台湾的小朋友的一起去上学 尤其是可以住在大慈家庭里面 那也学会了佛光山 就是最基本的儿童的行住坐卧 所以世界各国的小孩都欢迎回到佛光山来 那佛光山的有佛陀纪念馆可以参学 尤其呢有法师可以来引领他们 那也有佛光山的佛光姐姐可以教他们 所以很好直接可以到学校上学 那学校也会给他一个证明说 他在这边上了哪一些课学了哪一些 所以非常非常方便 几十年这样走下来 好牙西班牙非洲的小孩回到这边 回到家里都还挺乖的 回到家他妈妈突然觉得 我的儿子怎么会帮我折被子 我的女儿怎么会小的剪菜 所以真的是一个学校好计划 欢迎我们所有佛光青年儿童 回到佛光山来参学 这次是海外游学 谢谢小老师 辛苦了好几十年 为了孩子们 33天外天 在余幼院七年 七年了 那你在念书你什么功课最好啊 历史 历史 什么历史 台湾历史 台湾历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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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七年就五岁就来到 这个家 来这个家里了 早上起来会拜佛 然后有时候如果有表演 就会早上起来就会练习舞蹈 然后练习完我们会吃早餐 然后吃完早餐 我们会到庭院跟大家一起打扫 打扫完 我们国小的七点集合要走路再去学校上课 下午我们三点四十回来 我们回来会洗便当盒 洗完便当盒会一起坐在栽堂吃点心 吃点心哇好幸福啊 吃完点心会去外面活动 然后时间到我们会上来洗澡洗衣服 自己会洗衣服洗澡 叠背都是要自己做的 晚上呢 晚上我们排班集合完 我们吃晚餐 吃完晚餐七点会放音乐 放完音乐我们会集合在二楼 二楼集合 然后大哥哥大姐姐是在大班教室 我们国小的会在小班教室 好久好久的时候 有一个国王跟一个皇后 他们呢生了一个好棒的小孩 他出生呢 就会脚踩着莲花 然后呢指着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全部都睡着了 眼睛都闭起来了 大师一直把他们当成佛光山的王子跟公子 我们的大孩子已经读研究所了 他常常会讲一句 假如我没有来这里 我不晓得流落何方 真的 讲得好感动 隔壁的有电脑教室是大孩子的 那么更小的孩子有时候在楼下 因为怕互相干扰 宝玉老师大约有八位 然后有一些的义工 会依着英文数学各不同 来辅导他们 还有画画书法都有 我们这里大从师工 那么多的师傅 还有老师 还有义工叔叔阿姨 来评伴着他们 来评优优独播剧场 大约在1961年 大约在1961年 宜兰大师还在宜兰雷音市 那么那个时候 刚好宜兰有基督教会 迎办了一个仁爱之家 结果他办不下去了 办不下去了 预备要收拾 那么我们县长林财天县长 就来找新领大师 让他知道说 我们的人爱之家没办法经营 大师一听说 没关系 我来经营 虽然大师在雷音市 是非常艰苦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 大师是来者不拒 他说没有关系 就我们来经营 因此我们就从那边 开始到现在 比佛光山的历史 还要久 那边都是一些 没有人照顾的孤独老人 那开始到现在 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 也有好几百个老人家了 那边除了我们有法师以外 就是当地的义工 佛光人 共同在照顾 那据我所知道的 如果有的海外 他想要回来这里住 我们也接受 大师来到了这里了以后 看到这边偏远的地区 病痛 没有医疗 所以我们又创造了一个 云水医院 对 云水医院 那那个时候试着办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幼稚园的交通车 就试着把医生的护士 带到乡下的地方去试看看 没想到反应非常好 所以大师就发 希望大家共同来 有钱的人出钱 来为没办法看病的众生 给他们医疗吧 所以我们就开始有 施疹 抑疹 施药 医疗 就到云水医疗到死 偏远三地 那虽然现在台湾的健保 已经慢慢很完整 但是像阿里山 离山 偏远的山区 我们仍然还是在做 我们是以慈善为方便 我们的根本还是在文教 教育为根本 因为大师常讲 秦善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它是我每天都要做的 这是做人的根本 如何和谐这个世间社会 要去关心别人 但是你光给他慈善 心灵的病痛 要靠文教 净化人心 依着佛陀的教义 道理 把三度的贪嗔 爱恨 这个才是最根本的大慈善 所以私运本身事实上就是慈善 是的 所以净化人心是我们永远要做的 我记得我要出家的时候 师父讲了一句 出了家没有叫做你喜欢不喜欢 那也就是说众生需要你的地方 你就要往前去 所以当时在民国八十年的时候 某某种种的 师父希望说我要想南非 能不能把佛法传过去 我是第一个到南非去 去了解那边可不可以把人间佛教带过去 毅然决然师父要我去我就去 师父要我到澳洲我就到澳洲 那我这两年因为大师说 要回来帮忙再把慈善把它更完整 所以我就又回到这一块来 但是在我的心目中感觉到 众生需要我的地方 我都绝对不拒绝 从慈善为方便 如何来教化他们改变自己 让自己的人生幸福快乐 这是我希望我能够做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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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星云大师是世界一位伟大的难得的教育家和慈善家 今天看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 无论您有何种的信仰 我相信星云大师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榜样 让我们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 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欢喜、给人方便 我是卓磊 再次的感谢佛光山、高雄总本山、佛光山洛杉矶西来寺 还有佛光山台北道场给我们的大力支持 更要感谢佛光山人间卫视协助拍摄和制作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